您正在收聽的是SBS中文普通話節目 年僅32歲的喬奇·波塞爾早已立下心願 希望自己離世後能與寵物的骨灰相伴長眠 但近日他得知 這一願望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許的 於是 這位來自維多利亞州北部的動物正義黨議員 開始致力於推動相關立法的改變 自9月在議會提出此議題之後 波塞爾收到了眾多選民的反饋 他們對自己之前對此類法律的無知表示震驚 波塞爾感慨說 我有許多的寵物 他們就是我的家庭成員 這對許多人來說也是如此 我們雖然可以請求與人類家人同葬 但許多人並沒有血親或子女可相伴長眠 在維多利亞州 公共墓地僅允許埋葬人類遺體 寵物遺體則無權入內 如果人類希望與寵物遺體同葬 則需要在公共墓地之外進行 並需要獲得土地所有者的許可 澳大利亞各司法管轄區大多有此類立法 而部分地區則交由地方議會或墓地運營者自主決定 波塞爾認為 大多數人對此類法律並不了解 同時 他還了解到 一些殯葬從業者 為了滿足逝者家屬的心願 正游走於法律的邊緣 他感慨說:「此情此景實屬無奈 但跟我交流過的從業者表示 這類情況其實屢見不鮮 但他們也害怕被發現 因為一旦被發現 就會面臨罰款 處罰甚至失業的風險 在維多利亞州 遺體在公共墓地安葬之前 必須完成埋葬授權申請 而該申請僅適用於人類的遺體 如果在此申請中提供虛假信息 則可能面臨兩年監禁 47,421澳元的高額罰款 或者兩者併罰的嚴厲處罰 戴布拉·特蘭特是維多利亞州中部 某墓地信託基金的負責人 他表示 當家屬詢問 是否可以將親人與寵物的骨灰同葬時 殯葬從業者往往面臨著艱難的選擇 他透露 許多從業者選擇悄悄違法 以滿足家屬的心願 他回憶說 曾經有人戴著果實部中的寵物貓狗前來 請求將他們安葬在家族墳墓中 這真的很令人遺憾 因為這本應被稱頌和允許 但現行法律卻未能滿足社區的期望 特蘭特不僅是穆地信託基金負責人 還是一位動物保護主義者 他認為 對許多澳大利亞人來說 寵物就是家庭的一部分 他認為現行的法律已經過時 並希望自己未來能與愛犬的骨灰同眠 他說 寵物是家人 寵物主人深知與寵物之間的身後紐帶 他們是家庭的一員 因此即使在離世後也不應該被區別對待 普塞爾預測 隨著伴侶動物所有權的持續增長 未來將有越來越多的人希望與寵物同葬 他說 我們將繼續努力推動此事 並期待取得成果 因為這並不需要國家花費任何資金 只是一個小小的改變 特別是在如今這個時代 陪伴動物日益受到歡迎 像我這樣的千禧一代 更願意選擇寵物為伴 而非生育子女 因此 我相信 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人 有這樣的需求